好,那我问一下大家 就是我就光用手指发力 你们觉得我能不能将球打到后场的底线 我现在在后场的底线 我就光用手指发力 能不能将球打到后场的底线 听为虚,眼见为神 我们给他看一下 究竟是能还是不能 你看 怎么我就用手指这么一抓 这个球好像能够这么轻松的 打到后场的底线 我现在就用手指一抓呀 我的球已经能够打到后场的底线了 大家可以看到吧 所以你不要觉得反手很难 那只是因为你们目前还没有学到正确的发力技术 我们接下来就继续往后讲了 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反手 究竟是怎么样去进行一个旋转外旋发力 将我们的球打得又高又远了 好吗 我们在打反手的时候 很多球之所以感觉自己的手腕没有力 感觉自己发不出力 感觉自己手没进 都是因为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一个问题 导致你的反手怎么发力 怎么去回拍 你的反手就是打不好 什么问题呢 那就是你的手腕在发力的时候 是什么 你的手腕在发力的时候 是什么 是翻腕发力 你会觉得我们打好反手 就是什么 将我们的拍面放平 然后向后一翻 就可以将我们的力量给爆发出去 但是我告诉你 这样是绝对不对的 我们的手腕想发射力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开啤酒 拧瓶盖 你是什么发力 你是旋转的将力量爆发出去的 所以我们的手腕想发射力 那在发力的时候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旋转的去将力量爆发出去 所以我们在架拍的时候 就要刻意的将我们的手腕 立起来 保持一个力腕架拍的状态 但是我们光是将我们的手腕立起来 还不够 因为我们还需要留出向前旋转的空间 我们才可以将我们的力量给爆发出去 将我们的球给打出去 所以我们将我们的球拍立起来的时候 还怎么把我们的拍子微微的往回收一点点 因为我们的拍背跟我们的手背 朝着我们自己的眼睛 留出了向前的空间之后 我们就可以手指瞬间抓紧的同时 手腕向前旋转 通过正向的外旋发力 你就可以将我们的力量给爆发出去 当你能够做出这个力腕外旋的时候 我告诉你 你的手腕手指 你的反手 也可以光用手腕手指 就将球打到后场 第一条线的后面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用手腕手指去打这个球 你看 看到吗 我们就用手腕手指去打这个球 我们是不是可以很轻松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非常轻松的将球 打到第一条线的后面 我甚至没有用权力 我只用手腕手指的力量 已经可以做到了 力腕外旋 好吗 对不起 你好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